《华晨宇》歌手第一,宋柯,这种孩子必须夸。 华晨宇,中国男歌手。 2013年,凭借湖南卫视快乐男生,年度总冠军的身份出道。 服役出道,就获得不少网友的追捧。 而且在舞台上的华晨宇与生活中的华晨宇完全是两个人的样子,更是让粉丝们着迷。 2018年2月,华晨宇作为首位补卫歌手参与录制歌手。 此前歌手的排名一直都可以说得尚是稳定,杰石姐第一个位置无人喊动。 就连华语乐坛霸壁江山的汪峰也要退避三社,而且,汪峰对杰石姐的评价可以说是相当的高。 华晨宇出场即以大胜震撼歌手的录制现场,一举打破杰石姐在歌手中的地位,获得全场第一名。 近日,华晨宇一首《我管你》再度获得歌手第一,宋柯老师称那种放松与爆发,没实力和自信,这演不出来,这种孩子必须夸。 但是,华晨宇却称这次宣布名次《我最紧张》,因为我觉得第一名应该是腾戈尔叔叔,他让世界知道中国有这么好的民族音乐。 尽管华晨宇自己表现得很谦逊,但是歌迷们可不管,对他全是好评。 不得不说,华晨宇能够如此受欢迎,绝不是仅仅依靠运气的。 你们觉得呢? 不得不及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